大家好,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张金兰教授。 在这一讲里,我们学习五个软辅音的发音。 在这一讲,比较难发的音是リ和リ。 软辅音リ,它发音的要领是舌中部抬起,而且它颤动的部位非常小,在舌尖上。 大家听リ,リ。 大家跟我读音组,这个音组呢,是要让大家区别硬辅音和软辅音的发音。 下面我们读单词。 好,下面这两个软音呢,和发它的音音差不多。 不过部位是一样的,但是发这两个软音的时候,舌中部也是抬起。 这两个软音是比较难发的。 这两个软音是比较难发的。 它们和一拼在一起的时候,容易呢,和汉语的一些音相混。 比如吧,飞,而不能读成飞,应该读作飞。 比如,这一组,容易发成飞,应该发作飞。 下面我们来读音组。 大家还记得吗,软音符号在这里起的是隔音的作用。 同样,比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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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比� 好,我们现在呢,来朗读单词 注意呢,原音弱化和卓辅音轻化 轻辅音卓化的现象 阿,阿,伊во, проспект, перерыв, Петр, пять, компьютер, шофер, буфет, обувь, тебя, обедать, Вера, четверг, весна, видя 我们许多中国人容易读成, видя,受汉语的影响 这个词呢,应该读作, видя, живем, сегодня 这个地方的G发作V的音 сегодня 好,这一讲呢,我们就学到这儿 谢谢大家